早晨7点 天刚亮 环保志工已经准备就绪 满头白发 依赖管杖 80岁的环保志工 林全治阿公因为肌肉萎缩 双脚乏力难行 但做环保 他从不懈怠 马来西亚吉隆坡派乐园慈季环保站 连长的志工是主力 每星期做环保两次 全治阿公至少逗留三小时 这份毅力是其他志工学习的典范 年轻时全治阿公经营生意 结识不少顾客 20年前他开始投入做环保 也影响了过去的顾客 成为环保支持者 我带路车回来 带一阵旅环保站 好像有两个礼拜 三个礼拜很多 我带过一个礼拜 就没那么多 我就不甘愿去 就去塞街 你说这么 已经80岁了 这么老了 我这么年轻 为什么我不要帮助呢 不要帮忙呢 他脚都不方便 我每次叫他 我叫他不要来 我送过去 他还是要来这边 就说一个这么老的 都肯做义工 我这么年轻 这些东西收集 收集起来 交给他罢了吗 身体的不变 没有成为全治阿公的借口 反而他与情精进地 投入社会公益 让他的晚业生活 比常人更充实 更有意义 身上美职工 和苏鞋成永虚 马来西亚报道